嗨 大家好 我是玄妹 我来自越南 我现在在世专成都这边生活 上个月的视频呢 我已经跟大家说 我跟我老公想买房子 但是呢 预算不够 所以就买不到嘛 然后我不是说打电话 接我爸妈的钱嘛 然后我妈妈愿意给我接 30万嘛 就是越南顿10个亿 然后呢因为之后不是我妈妈得了新冠嘛 然后一直都没有去银行嘛 给我转钱 前段时间呢 越南那边疫情也是比较严重 所以呢她一直都是不敢去银行嘛 因为害怕又被感染嘛 这几天呢 越南那边疫情也好一些了 所以呢 她昨天就去银行给我转钱了 这个是昨天我妈妈给我转的钱 昨天中午我就已经收到了 然后这是一个一嘛 你们看的是一个一 因为我妈妈那边给我转钱的话 一般都是要过中街嘛 就是找人帮忙转的 所以呢 就是不敢10个亿 意思就是给那个中街转过去 然后她就给我转 因为害怕被收偏或者害怕那个中街把拿钱跑了 所以呢只能一个一一个一的转 所以呢她每次转一个一都要转十次才给我转完十个亿 然后呢 嗯 转十个亿的话 那个 因为过中街嘛 不管你转多少钱 每次都十块钱 如果一个亿的话都要二十块钱 但是转的多的话 就是十五块钱嘛 所以呢 十个亿就要一百五十块钱 那个转钱的费用 然后我妈妈 昨天我给我妈妈打电话 她跟我说 因为去年嘛 她们在越南那边买了一块地 就花了差不多七十多万嘛 她本来说 那块地就分给我一半嘛 就送给我一半 所以呢 她现在就是手上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呢 找我妹妹 就是我二妹在日本嘛 她们有钱就暂时没有用嘛 我妈妈就找我妹妹接了 然后 昨天我跟她说 那这样的话 就去年她给我那块地嘛 就 如果到时候我没钱 还给她的话 还给我妹妹的话 那到时候就把那块地 转 转让给我妹妹嘛 我就不要了 然后我妈妈说到时候再说嘛 反正 她说 反正 早晚都是你们的嘛 然后 到时候 因为我妹妹嘛 我知道她也结婚了嘛 还有她老公嘛 又不是她个人的钱 所以说呢 还是要还给她的 所以呢 我跟我妈说 如果到那个时候 如果不行的话 我把那块地转让给她嘛 就这样子 其实收到钱以后呢 心里也是感觉挺开心的 终于可以买到房子了 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子了 但是呢 还是有点 有点难过 因为 反正就是 那个钱就是 父母的养老钱嘛 然后现在就拿给我了 然后昨天呢 那我公公也回来 把那个 房子的问题也解决了 然后去把那个 单子也办了 然后 要补贴十几万嘛 就是 当时那个差价嘛 就十几万 然后就可以把房子卖出去了 卖出去后呢 我们就可以 又去看房了 又去买房了 扎上我爸妈给的钱呢 现在也可以买到 一套一百多万吧 差不多一百多万的房子了 也不用担心就是 买不起房 还是不够钱买房了 感觉挺开心的 反正人生第一套房嘛 但是呢 拿父母的钱去买房 也感觉挺愧疚的 本来家那么圆的地方 然后买房还要照顾父母些钱 所以呢 心里还是有点愧疚 但是呢 还是 所以呢 我想的 之后嘛 就要更多的努力 更多的 努力去挣钱 然后把那个钱还给我父母 那还多还少 我还是要 还给他们的 加油 谢谢大家 再见